Magic Box 像是我总是在计划 你有时候会打网球 他偶尔会去图书馆 总是有时候偶尔 中文里面很多这种在讲事情发生的频率的词汇 英文里面也有相对应的一票单字 他们就叫做频率副词 比方说我刚刚说 I have always been planning 我一直以来总是在计划 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这里的 always 就是频率副词的一个 在认识有哪些频率副词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频率副词怎么使用 你只要记得在句子里面 它的位置是在一般动词之前 逼动词以及助动词之后就可以了 比方说刚刚说你们下课平常都是打篮球 但是有时候会打网球 You usually play basketball You sometimes play tennis 我们就放在打球的动词play的前面 打完球之后你们总是很饿 You are always hungry after a game 我们就放在b动词的之后 这个就是频率副词在句子里面的位置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句子里面怎么使用 接下来就来看看有哪一些频率副词吧 刚刚看过了always就是总是百分之一百一定会发生的 比方说我护船长每天起床都要优雅的来一杯咖啡 I always have a cup of coffee in the morning 少一点点发生的呢 你就可以说usually 时常 I usually have my coffee with milk 我通常会加牛奶 但是呢可能一个礼拜里面有一两天是没有加牛奶的黑黑咖啡咯 I often read the newspaper while drinking my coffee 我在喝咖啡的时候呢经常呢会读一下报纸 经常呢我们就用这个字often 就表示呢十次里面大概有六次会这样做 那再少一点呢我们就可以使用sometimes sometimes就是有时候 I sometimes have my coffee with a piece of cheesecake 我有时候喝咖啡呢会配这个cheesecake起司蛋糕 sometimes就是一半一半有时候 更少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就可以使用s seldom 中文呢就翻译为偶尔 偶一为一致哦不是很常发生的事情 I seldom have two cups of coffee in the morning 我偶尔呢早上会喝两杯咖啡 最后啊不曾发生的事情呢就是never I never drink my coffee with sugar 我从来不加糖的哦 0% OK不曾发生的就是never 这些呢就是频率副词 希望啊你也记起来咯 好 好 谢谢大家